老人因为上下车行动较会缓慢 若不幸碰到个性火爆的司机 很容易遭受无情口语责备 对此问题在地议员表达非常不满 希望客运公司能够改善 不只是对民众的态度不佳 车速过快也是常碰到的状况 除了可能遇事故刹车不及容易造成车祸外 对乘坐在里面的老人来说 想必是心中相当的惊恐 或许少数公车司机因为个人情绪难以控制 导致民众抱怨不断 不过毕竟服务的对象是人 商场上顾客第一的中职不该抛出脑后 一个书记要开到这台车 尤其客人的 里面当不当多的客人 缩十人 这关系就是缩十部家庭 生命的安全 所以说他们的压力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可以穿分来给他们贴回 电视在报 报到说真好的书记 看到一个少妇 排到小孩 还排到他的行李 手呢 还提到说所推车 这个书记就很有爱心 来带他三天 来带他带他协助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要用爱来作为出发店 这个是消费在这里 要来拜托到说 我们所有的书记先行 书记大高 对着老大人 可以来作为一个传统 对此这样的民怨 客人公司表示 若民众发现 司机态度不佳 或者有开快车的情形 换向公司来投诉 或许也绝对秉公处理 对不良的司机 也一不识认理由 调理职务 或直接解聘 明星网 华一华 综合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